大家好 可以開始 大家好,我是好美邦的良心 我在身上講的故事是 白雪公主要一點 提起小孩去白雪公主的家 然後 他想睡覺的時候 然後 白雪公主 以為為什麼會有 那個白雪公主那裡 為什麼 他進去他的家的時候 然後 他的家為什麼會有 兩個船 然後 提起小孩 然後 白雪公主 就睡 提起小孩 然後 因為他去公主 假如睡覺 然後他就睡了 然後 然後 其實小孩 然後 其實小孩 然後 那個 其實小孩 就說 這是誰 這個就是白雪公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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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然後白雪公主 聽到 其實小孩 講話的聲音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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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公主就直接起床 然後白雪公主先去工作 然後再跟好做的時候 然後白雪公主 然後白雪公主在外面都吃 然後 然後 給白雪 特殊公主吃多便宜館 然後白雪公主吃下去的時候 就暈倒了 然後 其實小紅毛回來了之後 然後看到 白雪公主 遇到 然後 然後 其實小紅毛就哭了 然後 王子就 白雪公主 然後 然後 王子 親白雪公主 然後 白雪公主把蘋果吐出來 然後 白雪公主就直接起來了 然後 然後 王子 然後 這個 是白雪公主 為什麼 你會來救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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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遇到人 先跟我來救你 我在過去講完 那一天就這樣 好 爸爸 我 你